日本暴走族太子爷瓜田纯世 富二代参加MMA综合格斗 被25秒KO 哈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小河南 嚣张的魔鬼步伐 满身的纹身 藐视对手的眼神 这位看上去桀骜不驯的日本神秘小哥 有着怎样过硬的背景 能让他像螃蟹一样横着走呢 原来这位选手就是日本70年代传奇暴走族 黑色皇帝初代目首长之子瓜田纯世 暴走族一词来自日语 现在通常是指那些开着改装的摩托车飙车 发出巨大的嗡嗡噪声 经常危险驾驶车辆 同时又到处打架的暴力团 作为太子爷的瓜田纯世 完美继承了父亲的脾帅的基因 就像练武十年的向左会偶尔打打比赛 来展示下自己的实战能力 瓜田纯世也参加了一档 独特的MMA综合格斗赛事 赛事名称为The Outside 意思就是格斗圈以外的 参赛者都不是职业格斗拳手 而是一些暴走族的地体流氓 还有黑社会背景人士 甚至有律师等参赛 后来瓜田纯世踊跃报名 迎来了他人生当中第一场正规比赛 他的对手名叫 埃姆身高1米80 体重64公斤 看这邪魅一笑就知道 这是个狠人 两人逐步走向擂台中间 四目相对死亡凝视 瓜田纯世仿佛在说 我这一头脏片足足编了十个小时 你看你那一头乱发 等会干架肯定挨事 穿着空手道服的是瓜田纯世 没穿衣服的是艾姆 比赛开始艾姆双脚跳起 直接近身拼内围 他双手骨颈顶膝 做上下活塞运动 随后双双倒地开始拼地面 因为离擂台位置太近 裁判就一把薅住 双方的头发 把双方轻松地拎到了擂台中央 随后双方展开地面积较量 两个人都没有经过系统的训练 这一切技术都出自本能反应 这一切技术的训练 最终瓜田纯氏被对手尚未锁头 不过此时对手的嘴巴意外受伤 医务人员即刻喊停 没想到呀没想到 最终瓜田纯氏幸运的躺赢了 这说明本人还是有点实力大 拿下首场比赛的瓜田纯氏士气大震 他很快迎来了第二场比赛的挑战 瓜田纯氏再次大摇大摆 风风火火的出场 这次他面对的拳手实力非常强劲 他名叫大骨宽宏 大骨宽宏身高1米77体重65公斤 白色裤子大骨黑色裤子瓜田纯氏 比赛开始双方即刻进入到拼拳模式 瓜田纯氏本来是想要抱住对方单腿抱摔的 没想到却被对手乱拳打倒 瓜田纯氏被按在擂台上一顿输出 本场比赛仅仅只进行了25秒 裁判随即宣布终止比赛 输掉比赛的瓜田纯氏心有不甘 他在地上倔强的来了几个鲤鱼打挺 之后的瓜田纯氏又参加了多场比赛 虽然大多数都是被对手在擂台上吊打 不过人家心态很乐观 即使输掉比赛后 也依然主动和对手握手拥抱 为对方送上祝福 瓜田纯氏的职业战绩是六战一胜五负 退役后的瓜田纯氏剪掉了长发 经常会和日本知名的综合格斗拳手 朝仓未来请教学习格斗 据说他现在的技术是突飞猛进 还长了不少肌肉 在这个拼爹的时代 富二代就是玩的花呀 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呢 欢迎留言评论哟 拜拜